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着看《极善之方》这一段的文字 善似常义败 而善人常得棒 这两句我们读到有非常深刻的感触 为人人长者 旷旨而复一旨 其功德最弘 这种情形只有要靠人人长者 他们出面来纠正这些邪恶的错误 教导他们给些归正 保护 帮助善人 使他成立这个功德是最大的 下面第四段 何为劝人为善 身为人类 数为良心 事录意义 罪意莫逆 凡于人相处 当方便提示 开启迷惑 偏由长夜大梦 而令之一举恶 那么什么叫做劝人为善 廖凡先生说 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 怎么会没有良心呢 良心实在就是 三字经一开端说 人之处 人之处 信本善 信本善 就是天理良心 可是事录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 忙忙碌碌 形容这个世界 罪意莫逆 特别是现代的社会 诱惑的力量太大了 人 本有的天良 被这些诱惑 迷惑 被这些诱惑 迷惑 早年 我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次 在方东美先生家里 遇到有几位教育部的官员 他们在向方老师请教 如何复新中国文化的问题 谈得很多 我也在旁听 其中有一位先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美国在今天世界上是最强大的国家 那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再强的国家也会有灭亡的一天 中国周朝八百年 他也亡了 西方罗马一千年也灭亡了 他们就问了 美国将来灭亡 第一个因素是什么 方先生非常严肃 沉默了大概有五分钟 说了两个字 电视 他说美国将来亡国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电视 电视是个工具 没有善悟 怎么会叫他国家亡国呢 电视里面播的内容是什么 全是啥到阴望啊 无论是大人小孩 每一天面对着这个画面 这个是罪易莫逆 受这种污染太严重了 所以方老师讲 美国亡国不是亡在过外的因缘 没有人家会侵略他 会去打他 而是自己灭亡 当时他也提了一个警告 台湾千万要注意 如果电视要不好好的罢官 走向美国这种自由开放 台湾将来的社会不可受使 似乎都被他老人家说中了 那么现在除了电视之外 还有网络 这个不得了啊 再看底下的文 凡与人相处 当方便提示 开启迷雾 我们跟人家相处 要存仁慈的心 要存爱心 时时刻刻 要帮助别人 提醒别人 让他破灭开悟 回头是岸的 偏有长夜大梦 而令志一九 他正在做大梦 我们想方设法 希望他行过来 并有九心烦恼 而八之清凉 唯一惠罪 富 这个富是广播 比如这个人 就现在烦恼 这个是今天社会 好像很普遍的 我们怎么样 给他一副清凉剂 这个恩惠是最大的 韩语 一是劝人一口 博是劝人一书 教之于人为善 虽有行急 然对阵发药 时有奇效 不可非也 涉眼涉人 当反无止 韩语唐朝时候人 在那个时候 当面劝人 这是一言词 要广泛地劝导社会大众 那只有诸书 这才能做得到 所以教之于人为善 虽有行急 而不同 可是一定要懂得 对阵发药 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现在这个社会 害的是什么病 善人 就好比是个良意 你一定要懂得 病症的根源 如何来治疗 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就大了 圣仪 是 不当说的 你说出来 这叫圣仪 圣仪 是你 不当 教导的 你来教导他 比如说 许许多多 讲经的法师 我听说过 我也听他们讲过 他们所讲的 都是唐宋 古大德的读解 这个讲给人听 这是世人 他们这些人是现代人 他们得的那些病呢 跟唐宋时代的人 并不一样 拿唐宋那个药方 给现在人吃 没有效果 这个是 射精的人 是爷呢 对象呢 那就是世人 在现代 科学技术发达 不用著书也行 著书在今天效果 好像并不是很大 今天效果最大的 无过于卫星电视传播 网记网络传播 这个效果大 所以我们不能不懂 不能不善于运用 这些高科技的传播 用这个东西来 劝世间一切大众 可以不必再运输了 我们将这些画面 将这些讲解 制成光碟 广泛的流通 利益大众 这是好事情 下面一段 何谓救人危急 我们看看这段文 患难颠沛 人所实有 偶已欲知 当入童话之在身 所谓解救 人生在世界 患难颠沫 是很难避免的 特别是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 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从报章资讯里面得到的消息 灾难 一年比一年平凡 一次比一次严重 这些都是非常凶致的遇到 不是好事情 前年 美国同修寄一份资料给我 是美国 国家统计的数字 每一天 青少年犯罪率 达到 6900万件 报案的 没有报案的 还不知道 我曾经就这桩事情 向大洛杉矶地区总检察长请教 我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他说是真的 我说现在情形怎么样 他说现在还在增长 还没有办法了 把他止住 这又两年了 我猜想 现在美国青少年犯罪率 一定超过7000万件 每一天 你说怎么得了 你说这个多可怕 真的如同款之在生 同款是毒疮 人身上生了毒疮 你就晓得多痛苦 如何来帮他解救 这是举例来说 或议业引 升起 趋一 这个人有冤枉 我们帮助他 能够发业引 替他申愿的 或议多放 让极其颠连 颠颠 颠配连铁 之苦 我们多方面 想想办法救济 帮助他 崔子元 会议不再大了 富人之急 可以 该人人之言在 恩会不再大 救急要紧 人有急难 如计时雨 赶快要去帮助他 那么现在当前的急难 我想想 最大的急难 最严重的急难 无过于思想的危机 这个危机已经普遍到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 我们很安静 仔细 倾听周边人讲话 他想些什么 从他讲话当中 我们就体会到他想些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他做的是什么 行为种种过物 都是从不良的思想产生 所以这个思想危机 才是根本 为什么产生这个危机 圣贤道德的教诲 完全失掉了 没有人提倡 教化众生 教化全世界的众生 最有效果的 就是卫星电视 跟这个网络传播 那么我们看看 电视的内容是什么 网络里的内容是什么 就知道了 电视网络里 没有道德 没有人意的教学 只有啥道淫妄 只有真名夺利 教人怎么去竞争 怎么去斗争 到最后怎样去战争 发展到战争 那就是全世界的毁灭 所以今天整个去向 是如此 这是人间的大难 唯有致死人人 能够挽救世界 接运的是哪些人 是今天有权力 操纵传播工具的人 他有能力毁灭这个世界 他也有能力挽救世界 到底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 还是走向挽救 就在他们一念之间 底下一段 何为心坚大力 小而异乡之内 大而异业之中 这异业是一个城市 凡有利业了 最以兴建 这是在古时候 明朝那个时候 那种社会状况之下 或开举倒水 开这个河流 引导的水力工程 或筑地防范 何秀桥梁 以便行旅 或使茶饭 一计即刻 虽云劝导 泄力新修 务必协议 务此劳云 我们从过去人 他们对社会做这些福利的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提倡社会福利 应当努力去做 要看先前社会的需求 那么在今天 社会间最大的大力 是伦理道德的教学 这个事情 说难 也不难 在过去的时代 那的确是困难 如果社会 演变成今天这个现象 真的 祝福菩萨 神心 都救不了啊 无能为力了 今天谁有力来挽救呢 我刚才说过的 有权力 操纵 这个 卫视 网络 这些人有权力 他要运用他的权力 每一天 能够用一两个小时 提倡仁义道德 提倡神圣的教诲 我相信这个世界 不到一年半年 风气就改变了 为什么呢 人都有良心 可惜没有人唤醒 只要有人唤醒 常常在这里讲 他们良心会发现 良心发现 回头是岸 这是现前最大的利益 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 第七段 何为谁才作福 圣门万恨 以布施为先 所谓布施者 只是谁之一子儿 圣门 是将佛门 佛门 将这个 菩萨行 那个方法手段 无量无边 但是 总归起来 不外乎 布施 所以菩萨行 六个 守则 头一条 就是布施 什么叫布施呢 布施就是谁 谁几位人 大者 内舍六根 外舍六尘 一切所有 无不舍者 这个不是普通人 大者 大师通达了 谁是大者呢 在佛家讲 法身菩萨才真正是大者 为什么呢 他真的完全舍掉了 这些话讲的 是四十 不是虚构 可是在凡复 做不到 凡复能够舍财 能舍身外之物 就不错了 要让他内外居舍 一切所有 无不舍者 这个办不到 下面说了 苟非能然 如果做不到 六道凡复 做不到 先从财上布施 我们先从这里下说 世人以一时为命 故财为重要 无从而写之 内破物之谦 外寄人之急 实而勉强 中则太然 最可当地私情 缺取之令 所以 佛教人 修行 从哪里下手呢 从不实 我学佛 第一次跟出家人 见面 张文家大死 我第一句话 向他请教 我说 我知道佛法好 我很想学 有没有方法 叫我很快的 去如 张家大死告诉我 看破方向 我接着向他请教 从哪里下手 他给我说 不是 劝我学布施 我就真听话了 回去就真干 所以老师很喜欢我 他教我东西 我真做 做了果然有效益 所以心从财布施 这个效益是什么呢 把我们一向 坚贪的心 减轻 断 当然是不容易的 减轻 就是贪心 吝啬 不像从前那么严重 对外呢 又可以帮助别人 这布施恩惠 所以出作的时候 勉强 到后来 就慢做成自然 这个布施 勉强 我自己的经验 十年 前十年 都很勉强 十年之后 慢慢就成了习惯 到现在 几乎连痕迹 都没有了 所以心底 清净 把自私自利 明文理扬 贪嗔迟慢 都布施掉了 再看下面 第八段 何谓 互执政法 我们说到这里 尤其现在在中国 这一条重要 中国的社会 现在被一些 邪志 邪见 邪教 扰乱的 使大家 困惑不堪 如何能破除 邪志 邪见 如何能够制止 邪教 唯有 护持 政法 古人 所谓的 破邪 行政 破邪是目的 如何达到破邪的目的 行政就对了 行政才能破邪 如果正不能行 邪就决定不能破 法治 万事森林之也莫也 不有政法 何以参赞天地 何以财成万无 何以拓臣利富 何以惊世出世 这是把政法 它的好处 热热的说了四点 这个政法 佛菩萨教诲是政法 儒家的教诲是政法 道家的教诲是政法 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宗教 也是政法 他们在这个世界 流传了千百年 印度教 流传到今天 世间人公认 它有八千五百年的历史 犹太教 有四千年的历史 拜活教 好像也有人写小说里的 叫明教 我们一般也称他做拜活教 他差不多有三千五百多年 都比佛教早 佛教以中国历史的记载 今年三千零二十几年 现在 外国人承认的 两千五百多年 再往下来推 天主教 基督教 我们今天用的西历 年千零一年 西元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 回教 回教 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 西科教 也有六七百年历史 最短的 八十八一教 也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我们仔细看看 历史越悠久 他的法御证 传了这么多年 这个世界上 许许多的人 还是把它当作真理 向他学习 一教奉献 正法 如果没有这些正法 怎么能够参赞天地 参是参与 暂时帮助 这个就是今天讲的大自然 我们怎么能够参赞天地 怎么能够参赞这些大自然 可以能够财成万物 帮助一切万物 这些都是说的物质文明 下面的连句 那是讲的精神文明 何以脱臣利福 超凡入圣 这今生 何以 经事出事 经营 这个事出事法 古 翻见圣仙 妙猫 这个妙语 是圣仙 弘伐利森的场所 我们见到了 见到道场 见到圣仙的造像 尽数典籍 这个我们称为法宝 借当尽重而修持之 我们要尊敬他 要重视他了 有损坏 要赶快把它修理 至于 巨阳正法 上报佛恩 犹当免利 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综合这个地方一点意思 第一个 我们决定要尊重道德 道 是人生 应当走的 堂堂振振的一条 大道 什么是大道 我们今天讲的 直诗 社会的直诗 家庭的直诗 宇宙至今 我们晓得 太空当中 许许多多星球 我们行星 绕着太阳 有直诗 它不乱来 太阳绕着银河系 有直诗 这自然的直诗 天道 人道 人道跟天道 要能混一 人道是什么呢 儒家讲的 伦常 伦常是 人道跟天道 混一 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有直诗 有直诗 一点都不乱 人与人的关系 有直诗 它不乱 天下太平 社会 社会安定 如果富不富 子不子 君不君 臣不臣 我们的道就失掉了 道失掉了 社会就动乱 天下就不太平 圣人的教诲 教我们这些道理 如果我们能够把人与人的关系处好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处好 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处好 参赞天地 财成万物 就是把这些关系处好 关系处好了 那就是圣贤 圣贤教学的场所 兴许圣贤教学的典籍 我们一定要尊重 我们要懂得尊重道德 要崇尚善心 要行人 要行人意 要重视古圣先贤的教育 要重视正法的教育 幕后将游荡免利 特别是在我们先前这个社会 第九段 何谓尽重尊长 这下伦理了 加之父兄 过之君长 于反连高 德高 位高 社高 借荡 嘉义 奉死 我们中国人 忠孝 传家 我们的德行 表现在 表现在 尊重 尊长 我们家里 父兄 是我们的尊长 要尊重 国家的领导人 一定要尊重 佛哉 梵王经 大臣菩萨戒经 里面教导我们 第一条 不做过贼 决定不能做 伤害 国家社会的事情 第二条 不棒过主 国家领导人 决定不能毁谤 阴落经 里面教给我们 不漏股税 人民 有拿税的义务 绝不可以偷税漏税 第四条 不犯过制 国制是国家的法律 国家的法律 决定不违反 你看看这个四条 多么重要 这个四条 做到了 就是尊重 尊长 尊重 社会 尊重 国家 在家 在家 而奉侍父母 使 深爱 宛容 如心 如身 下气 习以诚信 便是 活气 各天之本 现在 家庭 已经不教这些 所以 儿童 不懂的 这些道理 许许多多人说 儿女 不听话 不听管教 你没有教嘛 你怎么能管教呢 不但你没有教 你的父母也没教你 所以 无量寿经上 佛说的好 心人无知 不舍道德 无有余者 书无怪也 这句话 虽然讲得很柔和 我们听了很难过 很痛心 交儿女 从哪里教起 古时候 从弟子归教起 从啥啥应对 教起 现在谁懂得了 台湾还有极为 知识人人 在提倡 小学 让这些 这个中小学的学生 念中国的古书 很难得 很难得 希望这个提倡 能有效果 我们今天 在澳洲 建立一个小道场 要求 所有的出家人 学弟子归 把这个定做 我们第一个课程 要背 要能讲 要能做到 从学做人 做起 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能成佛呢 了凡先生这些话 全在弟子归里头 出二四军 行一事 勿为君不知 儿子自也 这个君 就是现在 我们所讲的领导 无论你在哪个单位 单位领导人 就是君 我们做一种事情 千万不要以为 领导人不知道 可以私下了 胡作妄为 那就错了 行一人 我为君不知 而作为 如果我们惩罚一个人 千万不要认为 领导人不知道 我可以任意 去欺负人 欺亚人 那你就错了 似君如天 故人歌论 此处罪惯应得 是看 忠孝之家 子孙未由 不眠缘而昌 甚至 且许甚至 要叫我们谨慎从事 这些地方 罪惯应得 你做好事 别人不知道 这是极应得 你的领导不知道 你在那个地方 作威作福 这是损你的应得了 这个事情做不得 古报可谓 再看末后这一段 何为爱惜无命 这是赔于忍辞心 反人之所以为人之 为此侧淫之心而已 这个侧淫是 怜悯心 同情心 人之为人 实在讲 就在这一点 求人之求此 极得这几次 无非是 正义 我们的侧淫之心 这就是人的 这个就是既得 周礼 孟春之乐 细生 污用贫 这周里头 周公殿 孟春 是真乐 真乐 要祭祀的话 祭祀都是用些动物 杀神来祭神明 不要用母的 为什么呢 这是他生育的时候 要灵敏他 孟子为君子 愿跑楚 所以全无侧淫之心也 闻其身 不仁是其肉 儒家讲的 佛家 虽然 没有禁止肉食 但是佛劝人呢 叫吃三斤肉 什么叫三斤肉 不见杀 杀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 不闻杀 杀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声音 不为我杀 这个不是为我杀的 都是 到全测淫之心而已 佛教传到中国 一直到梁武帝 梁武帝度 伦切金 真的是 大动测淫之心 他把肉食 断掉了 诸位要晓得 佛教吃素 不吃肉 素食 是中国梁武帝 提倡的 这个不是佛教 本来的教义 梁武帝 是佛门的护法 他以过王之尊 提倡素食 形成了素食运动 当时 这个 出家人 统统响应 一直传到现在 在家居士 也响应 这是一桩好事情 素食 对于健康 决定 有好处 尤其是现在的肉食 现在肉食 含的病菌 非常多 非常严重 病从口如 如果你们 要以为 素食不健康 肉食才是健康的 我可以给你做证明 我素食吃了五十年 我一生 没生过病 怎么能说 素食不健康 新加坡 许致居士 今年一百零二岁 他是胎里素 他一出师 就不能吃昏心 吃昏心 他就要吐 他那个素食 一百零二年 身体健康 一点毛病都没有 所以在新加坡 大家都知道 一百零二岁的年轻人 怎么能说素食不健康 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在作祟 下面说 故前辈有四不食之介 为闻啥不食 见啥不食 自养者不食 装为我杀者不食 这个跟比释迦牟尼佛加了一条 加了一条 自养者 学者未能断肉 且当从此皆知 这是好事情 所以我们要想养成健康的身体 不能不注意这条 末后 这个廖凡先生做了一个总结 渐渐增进 慈心增长 不得煞身当劫 纯动寒林 皆为无命 求死逐紧 除地杀宠 念意识之由来 皆杀彼一字 常常常想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很难过 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不杀身 知道这个道理 慈悲心恳切的人 他不穿丝制品 为什么呢 看到伤心 你看一剑绸缎 多少残命 多少生命在里头 怎么能忍心 穿皮的衣服 都是杀身 取他的皮毛 不忍心 根地 种植 地上 许许多多的小虫 都死了 我们才备点粮食 我最近 在悉尼 参观一个农场 是出家人 开办 他们把这个蔬菜 种在这个塑胶的篮子里面 我就问他 为什么不种在地上 种在地上 根地 会杀死很多小虫 他说我们种在篮子里面 废地工程 大很多 但是不杀身 我听了的时候 很受感动 很难得 这个值得提倡 他还是用这个土栽 不过把土放在塑胶篮子里 大的篮子 避免上杀身 故到天之地 我们吃东西不爱惜 饭菜吃剩下的时候 就丢弃掉 这个造孽 这个罪很重 当于杀身等 这个罪也给杀身 没有两样 至于手所误伤 足所误见者 不知其极 皆当委屈放置 我们总要懂得防范 古诗人 爱出长流饭 点我不点灯 何其人也 善行无穷 不能淡数 说之不尽 由此奢势而推广之 则万得可备 廖盘先生 在此地 举出这十个例子 希望我们从十个例子去对推 认真 努力去修学 自然 善行 就可以原备了 今天就讲到此地 今天就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